玉里镇赤柯山回乡的青年近年来已经有十几位了 那么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在总汉的鼓励之下呢 7月10号在玉西地区农会推广教育中心 去新花莲县玉里镇产产销班的第五班产力大会 那么由天心茶园第二代掌门人张银杰出任班长 玉里镇赤柯山回乡青年近年来已经有十几位 在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的鼓励下 7月10号在玉西地区农会推广教育中心 举办花莲县玉里镇茶产销班第五班重立大会 由天心茶园第二代掌门人张银杰出任班长 当我们看到我们父母渐渐连长的时候 家里的事业需要传承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刺客山的这一群青年 这个有的先回来有的慢回来 我们先后不约而逃的都回来了 好那我们呢选择在茶叶的产业上面下工夫 我们大家自从报合的一起学习 并且呢共同探讨茶叶的产业 未来的发展和挑战 产产销班员大部分都是返乡青农 并且都是在外事业有成 不忍年事已高的父母亲 继续从事劳力务农的工作 所以纷纷回来钻研茶产业 并且与在地茶农前辈们共同打拼 的确说我们上次在跟我们的环境 它造出很好的基础主义 但是因为实在在改变 我们需要创新 所以今天说这个产业班 蛮特别的事情 用笑话 那这个方法站上去一定是 关于宇宙中的量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茶饭 会变成什么的量 茶农陈其红二十几岁 就返乡与父亲学习去茶 现在有越来越多青农返乡 让他很兴奋又开心 另外担任班长的张银杰表示 未来期待于茶产销班 第五班的茶农积极进取 精益求精 打响赤克山好茶的知名度 让社会大众都知道 赤克山不只有种茶 而且还非常好喝 记者高双双玉政采访报道